大家好我是佳玲 大家好我是佩琪 佩琪 缴税的季节又来临了 通常我们投资美股是需要缴税的吗 投资美股有可能需要缴税的 那美国政府一共会跟投资人收两个税项 一个就是资本利得税 就是所谓的股价的买低卖高 那这其中赚到的价差是需要缴税的 可是好消息是资本利得税只适用于美国人 那当我们是外国人的身份去投资美股的时候 美国政府是不会跟台湾人去扣资本利得税的 除非你有以下资本利得的收入 像是跟美国的商务有关的收入 或是不动产利得的收入 或是所谓的FDAP的收入 像是薪资 商业利益 股利等等定期 或是固定的收益 投资美股需要缴税的第二个 则是当股票发股息的时候 美国公司发的股息会被扣30%的股息税 但是预扣税的比例又依照投资人的国籍而有所不同 像是台湾 港澳 马来西亚等 跟美国没有税务协议的国家 股息税就会是30% 那其他如果有签署协议 就会依照各国签署的%数为主 像是中国是10% 价单跟澳洲是15%等等 而这个税是预扣的 在发股息的当下呢 马上就会扣掉了 不管有没有设定股息自动再投入 都只会拿到扣税后的金额 但是其他国家到美国上市的公司 那股息的税率就不一样了 譬如说台湾公司台积电是扣21% 那英国公司是扣0% 如果只知道30%的话 那故事就只有听一半而已 真的很在乎的话 那你就不要投资股息股就好了 就没有股息税的问题啦 原来投资美股是需要缴这些税的呀 那比较起来 会不会投资台股 会比美股划算呢 好 虽然许多人对于 投资美股要缴30%的税 感觉好像很多啊 还因此成为一些人 不想投资美股的原因 觉得与其这样 倒不如就投资台股 会不会比较划算呢 其实有时候台股缴税 也有可能会缴到30%的税 怎么说呢 台湾的所得税 在每年报税的时候 你投资股票所获得的 股票鼓利和现金鼓利 也是需要申报的 这时候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实际状况 来选择是股税合一 或是股税分离的方式 来看哪一种比较划算 关于台湾每年所得税的申报 我们频道之前有开直播介绍过 大家可以点上方的连结过去学习 我这边再帮大家简单复习一下 股税合一 就是将股利并入综合所得税计算 合计后算出你所需要缴纳的税额 再去扣除股利所得的8.5% 就是你实际要缴纳的税金 白话一点就是 零到的股利呢 没有超过94万是可以享有8.5%的减低额度 哦 虽然现在的我还没有领超过94万 但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而另外一个则是股税分离的 基本上领到的股利越高 可能选择股税分离的方式就会越有利 选择这个方式申报的时候 需要缴纳28%的税 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叫做 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 如果你的股利收入单笔超过2万元 就需要再缴一笔 二代健保2.11%的费用 除非你都可以算得很刚好 每次领股利的时候都不超过2万元 但我想当你的股利领到超过94万以上的时候 你的投资相信也具备一定的规模了 超过2万 背扣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 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选择股税分离的缴税方式 直觉性来看 税额28%加上二代健保2.11% 是不是也跟美国股息的30%差不多了呢 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这样子没错耶 如果都是差不多的话 那这样选择台股跟美股 是不是也就没差了呢 我觉得以多数情况来说 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投资美股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从交易股票开始 如果你不是用付委托的话 就是使用很多美国券商 买卖美股都不用交易手续费 反过来在台湾交易股票 买跟卖都要千分之1.425的手续费 然后买股票的时候呢 还要再缴千分之3的证交税 我们以买一张台积电为例子 假设现在台积电的股价是600块钱 在买或是卖一张的情况之下 光是手续费和证交税 就要缴交这样的金额 而买卖美股这部分 基本上都是0元 投资美股买卖价差 鼓励选择权收入 都算是你的海外所得 但全年海外所得 如果没有达到100万台币的话 是不需要申报的 如果超过100万台币 但是你的基本所得 还没有达到670万的话 也没有要缴纳基本税额的问题 所以很多投资美股的人 几乎是不会被扣到这笔费用的 这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想问 在台湾以鼓励收入来讲 就像之前所提到的 选择股税分离的投资人 其实跟美股预扣30%税是差不多的 只是如果今天我是税率急剧比较低的 这时候扣的税额 比起美股股息30%还要更低 不是吗 但是我还是想要鼓励大家 一大方向来说 美股当中不仅有许多全球知名 也是值得投资的好公司 最棒的是这些好公司 有许多是股息成长超过 为什么会说股息成长那么重要 我们可以看看台股中很知名的两档股票 0050与0056 这几年的配息看起来似乎不太稳定 甚至也只是平平的 但是美股中这几家公司 股息都是连续成长多年 甚至股价也是跟着稳稳上升 我觉得投资的目的呢 不是以想要找到最低税率的股票 来投资为优先 而是投资更大的全球市场 让你的资产跟着全世界一起稳定发展 甚至是一直成长上去 对啦 投资最一开始的目的 当然是以选到好公司 长期为自己赚到浅钱为主 先考量哪一种税率最低 反而有点本末倒置了 你开始投资了吗 大家都说缴税是有钱人的高级烦恼 每年要缴的税加上股票获利 你的税率急剧有超越很多人吗 如果想要以长期投资 帮未来的自己存好钱 那么投资一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的 想知道美股中有哪些是值得投资好公司 适合长期持有 创造浅捆钱的复利效果 全世界又有哪些ADR 有哪些不一样的税率 都欢迎来听听看 我们的美股价值投资分享会 我们会在分享会上跟你分享更多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跟分享哦 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